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星期四傍晚,南韓足總盃決賽首回合上演 FC首爾屆時將位主場對陣全北汽車 全北汽車正處於三連勝入面 並且過去六次與FC首爾交手斬莫四勝二和的不敗戰績 士氣高漲的全北汽車今次有力先落一城 FC首爾上次殺入足總盃決賽要追溯到2016年 在與水源三星的兩回合較量中,FC首回合先以1比2告負 雖然次回合回到主場以2比1贏球 但最終他在12碼大致中輸了,略顯遺憾 此後的五年間,FC首爾還未能回到決賽賽場 期間最好的成績不過是2020年的半準決賽 但在那場比賽中,FC首爾1比5慘敗給蒲汗製鐵 亦可見他們當時並不具備奪冠的實力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儘管如今再次回到決賽中 但並不意味著FC首爾現在就有能力奪冠 畢竟在之前的韓職聯,球隊的表現相當一般 常規賽排名第8,未能濟身真冠組 互級組五將戰色一勝二和二負,顯然不在狀態 今次面對葵三連勝來訪的全北汽車,FC首爾是不宜高估 今季,全北汽車取得十七勝十和六負的戰績 是常規賽亞軍的身份進入季後賽 在真冠組入面,儘管球隊最終斬獲四勝一負的不錯戰績 但最終還以三分之差,屈居衛山現代身後無緣為免 同時五連貫的撞舉亦都被終結,無疑令球隊上下備受打擊 但幸好,全北汽車今季有一個可以捧起獎盃的機會 一眾將士必定會全力以赴 前鋒趙桂成和巴羅是全北汽車風扇的倚仗 前者常規賽加季後賽合計攻入了十七球,是球隊的頭號射手 後者合計攻入十三球,是第二射手 在足總輩中,趙桂成出場兩次攻入一球 巴羅出戰三次攻入一球 在各個戰場都有入球斬獲的趙桂成和巴羅 今季將帶領全北汽車向勝利發起衝擊 好球不等人,馬上下載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籃球賽事 中文字幕會是否不幸